你说吧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十六床林志军 是啊 你这输得有点快啊 没关系 这瓶是葡萄糖 静脉输入葡萄糖液 按要求每公斤体重 每小时可以接受葡萄糖的限度 大约是零点五克 因为如果输入得过快 机体对葡萄糖 就不能充分利用吸收 部分葡萄糖就会通过尿液排除 所以最佳的效果是 成人输入百分之十的葡萄糖时 应该以每分钟 五至六毫克的速度最为适宜 对不起啊 因为输完这瓶还有一大瓶 我怕滴得太慢了 到十二点都完不了 到时候会耽误病人休息 没关系 我陪着她呢 谢谢 你呀 平凡 你这次是否有个人 还是那么教真 还是那么教真 我这不是教真 我这是认真 说吧 你想跟我说什么 跟你谈谈安娜的事 什么事 我问你 你这次是认真的吗 平凡 你这次是认真 我对安娜一直是认真的 否则我当初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把安娜伤得那么深 我真的很爱她 现在我都病治好了 我健康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 一定会给她每日每刻 每一天的幸福 我都有这个事 你还要想让她看她 他更有意义 我叫她老公 我还要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 你会做什么事 你会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吧 对不起啊 不是 我们今天实在是太饿了 点的餐全都吃完了 所以就没给你打包 你们真是太够意思了 不是 我现在请你去吃烧烤啊 我晚上得陪着林志军啊 谁要你在这儿陪啊 又不是没人在 行吧 明天再来看你啊 快回去吧 好好休息 我们走了 拜拜 你也走了 你在这儿干吗呀 蹬电灯方啊 那哥 我先走了 明天再来看 拜拜 拜拜 阿娜 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我没有手机 我手机都被我爸给收了 那明天一早你就回家吧 我不回去 你听我说完 你回家告诉你爸妈 我很好 谢谢他们 安排病房 等我出院 我再当面向他们道谢 阿娜 天下没有不希望儿女幸福的父母 如果我们得不到他们的祝福 如果我们得不到他们的祝福 我们以后的日子 不一定会那么快乐 你要理解他们的心 其实 你爸妈 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 他们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太爱你了 也是因为 我之前的确做得不对 奶奶 你答应我 回去跟他们好好谈谈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公司有事啊 跟我说说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嘛 你那封信发出去了吗 怎么说 没反应 我琢磨着啊 那封信他肯定是收到的 可是吧 我给他打了两次电话 他只字未提 而且这个赵平凡呢 还继续给他当助理 你 那浦江那项目他到底有没有差 他要是想差 肯定也不会告诉我 而且他妹妹就是公司财务主管 别怪我师父诸葛亮啊 岳大主任 不是 您行吗 您行吗 再时间快点 您 oper一下 这本就是 好 就是 那个 我有个事跟您说 说 那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说吧 就是 我姐其实是从我房间出去的 从你那儿出去的 什么时候出去的 就是 天快亮的时候 真是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你给放出去的 你告诉大姨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看您把我姐跟犯人一样 关在房间里 门窗都焊死了 有点过分了 这谁要是这么对我 我肯定早跑了 这家这俩孩子啊 一个呢 一天大晚地想往外跑 一个呢 蠢蠢欲动 找机会就要走 这家就这么不堪吗 这家就待不住吗 没有 大爷 我最爱这个家了 你最爱这家 真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但是爱归爱 总不能限制自由吧 您看我为什么之前把我的仓鼠放了 不就是我姐跟我说 人跟动物一样 都有享受自由的权利吗 那既然仓鼠都有自由的权利 我姐怎么就没有了 您看惩罚一个罪犯 就把她关进牢里 我姐总不是犯人吧 可是我这么做 我不也是为她好啊 我是她妈 我能害她呀 哎呀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 但是您要是真为她好的话 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呀 您真想把我姐逼成 朱立业或者朱英台啊 陆安娜的父母原谅你哥了 何以见得 两件事 第一 我哥因为低血糖住院了 安娜的父母还特意叮嘱医院 要好好照顾我哥 那也许他们 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以后 会找他们的麻烦 借此 来了解一下你哥的身体状况 也许吧 我还有一句话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既然少爷已经痊愈了 你为什么还不接受你的父亲 这是两码事 可是 最近你在照顾你哥哥的 这些日子里难道 你不了解你父亲的为人吗 我清楚啊 我清楚得很 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 觉得一切都可以用来做交换的 冷血商人 可是他为了救你哥哥 可以倾尽所有 那是为了他的公司 为了跟郑家联姻 跟郑家联姻的事已经破产了 所以他就登报宣布 跟我哥断绝了父子关系 断绝父子关系 那我在这儿干什么 我觉得呀 我们可能真的不应该 把安娜给关起来 刚才多多去找我去了 这孩子居然说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这话是多多说的 这孩子 平常粘头粘脑的 还居然这么说 说实在的 我现在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孩子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就目前这种情况 我们要是用强硬的手段 再阻拦安娜和林志军的话 后果真的不敢设想 我刚才一直就在琢磨 多多说的那句话 哪句话 他说 说我们千万别把安娜逼成了朱丽叶 或者是朱英太 我们两个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在孩子们眼里啊 我们都快成了暴君了 要我说呀 儿孙自有儿孙的福 我们两个把该说的话也说了 把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也都做了 现在要是再这样硬拦着 搞不好安娜 会真的不顾一切一走了之 那我们就得不省失了 不如顺其自然 成全他们吧 这样至少还能把女儿留在身边 你说呢 好啊 好啊 好了吗 好啊 不打开了 好啊 打开了 嗯 好了 好啊 好啊 哈喽 今天可是你在家上的最后一堂课了 最后一次 行 那我去公司了 哎 好啊 好啊 你这够吗 这样差不多了 你会帮我洗点白菜啊 那你帮我洗点 好 好 喂 阿姨 你在哪儿呢 阿姨 我在家呢 怎么了 哥雅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去医院陪陪安娜 另外 你帮阿姨转告她 家里的门窗我已经恢复了 她可以回家住 好 阿姨 没问题 我一会儿就去 好吗 好的 再见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安娜她妈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去医院帮安娜照顾你哥 然后呢 你傻呀 她妈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 还告诉我说 把家里汉的门窗都给拆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她妈同意你哥跟安娜 在一起了呀 为什么 你们这些外国人脑子 真转不过弯 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现在要去医院 等下 你搬来吧 我来帮你 我的家里 那要你帮她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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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帮你帮你帮他 我去吧 余总 您来了 余总 您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我的公司吗 没有 挺意外的 您很长时间没来了 平凡 昨天你去医院了 是 您这群怎么样 恢复得不错 明天应该就能出院了 好 这个是安娜的手机 这是她的钥匙 那你替我转交给她 对 通知各部门经理 到会议室开会 是 班家都来齐了 余总啊 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把那个主讯给我看来 都坐 都坐 哎呀 前几天呢 家里出了点事 不过呀 都解决了 从今天开始 一切恢复正常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 就是想问问 有没有什么事情 需要解决的 余总 我们副门 没什么事 我们也没意思 行 既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好 我前两天呢 去了一趟浦江市 了解了一下 我们当年在那儿的开发项目 临江先进这个项目 老月 是你负责的吧 对 当时是我负责的这个项目 好喝吗 好喝吗 这排骨汤有什么好喝的 你们那边的人 是没吃过好东西吗 我跟丘妍说 让她打包广东包的汤 丘妍说她就好这口 丘妍做的汤 还是不如妈妈做的好 我当然没有 妈妈做的好喝了 再说这里的酱料 也不一样呀 这么热闹聊什么呢 今天又给我哥 买什么好吃的了 不是买的 是余总 让安娜的小姨特意煲的鸡汤 让我给送过来 这 真是我小姨做的 当然 还有 手机和钥匙 你妈让我给你 她还说 你家那个汉死的窗户 已经解开了 你随时可以回去了 我妈真这样说啊 我骗你干吗 我说得对吧 你妈这次呢是妥协 你都要是妥协了 你的革命运动 也算是胜利了 你 逃过意见 上次都怪你搞砸了你的婚礼 这次你得分我一个大红包 一定的 虽然余总这次没开口 但是我能感觉她要说什么 她希望你出院以后 能够跟你好好谈一样 我现在就可以出院了 不行 医生说了 你还得出两天夜呢 安娜 我真的没迟了 我现在马上可以 也不差这一天半天 你什么时候决定出院 跟我说一声 我来接你 我明天一早就可以了 真的 安娜 我现在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好了 劝劝你同学吧 虽然没什么大毛病 既然住院了 就踏实待着吧 来 明天一早啊 明天一早 好 好喝吗 潘娜 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这里吧 你就在那里 坐在一个轮椅上 我先过来跟赵批帆打打招呼 赵批帆 志军 正说你呢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从马来给你 带来血列的人 她叫林志军 你好 我是林志军 志军 这就是你舅的女孩 卢安娜 你好 谢谢你 我感觉 我感觉 这一切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安娜 嫁给我吧 我愿意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 其实婚礼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 我现在就觉得 我能跟你在一起 就已经很幸福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赶紧把身体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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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啊 我爱死你了 你以后别回去了 就留在中国吧 正好安娜跟你哥结婚以后 咱俩就一块住 你负责卫生好不好 好啊 但是你得先给我找个工作 找工作还不容易吗 你长得那么好看 中文又说得六 你想干什么吧 你看安娜她妈妈的公司怎么样 你怎么不去了上班啊 我现在当网络协手挺好啊 又自由又活 挣的钱还多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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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chili 不要 伯父好 伯母好 那 进来吧 来来来 好 快 里边坐吧 进来吧 请 坐吧 夏琳啊 今天你刚出院 我们就把你请过来了 我和安娜的妈妈 是想和你们 说一说安娜的事 爸 妈 我要和志军结婚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能和志军在一起 你就觉得足够了 安娜 婚姻不是儿戏 你要考虑清楚 爸 我是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才这么说的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 你们因为有了上一次 所以这一次 要好好考虑 我考虑清楚了 看你的样子啊 你是无论如何要跟他结婚了 对 妈 抛开上次之军 因为生病不辞而别的事情 你跟我爸以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 说他体贴 懂事 还会照顾人 你们就当我们的婚礼是因故推迟了 好不好 安娜 我和你妈妈 都是为了你好 虽然 方式方法 有些不妥吧 但我们的出发点 都是希望你幸福 我明白 我们 尊重你们的选择 好 谢谢伯父 谢谢伯母 志军 我们不需要谢谢 只要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信守承诺 好好对安娜 我们做父母的也就知足了 伯母 您放心 我用我的生命承诺 一定会好好珍惜安娜 坐下说吧 好 那你们俩说说都有什么打算呀 如果伯母伯父不反对的话 我想尽快举行婚礼 爸 妈 我们不需要什么仪式 只要简单就好了 婚礼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 所以我来办 妈 其实婚礼在哪儿办不重要 我也不想像上次那样 搞那么大动静 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只要家人跟朋友都祝福 这就足够了 看来你们早就有了主意了嘛 是 但是 安娜是我唯一的女儿 所以婚礼必须要有 而且你们上一次的婚礼 出了那样的事情 所以这次的婚礼 比上一次还应该热闹 还要大半 我们不是为了显摆 是为了证明 林志军 帮我邀请你的父亲 来参加婚礼吧 我父亲 一声明和我 端绝父子关系了 不管他来不来 我们的礼数都要做到 这点你明白吗 明白 那就好 那我试试吧 我我 Collebo 那你先帮你 借着我 你先帮我 就这么有费 你还没想到 你什么 怎么还不需要 你还不得要 就行了 你再不需要 先生 您觉得这件怎么样 特别的好 你先进去换衣服 好 那就这件吧 好的 没问题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呢 刷卡 好的 您稍等 阿娜 您这套婚纱真的好美啊 是我哥挑的 还是你挑的呀 求严 求严 您看看我这件 怎么样 你的也不错 哥呀 你知道吗 根据这个大数据显示啊 伴郎伴娘结婚的概率 比普通男女高出百分之二十 才百分之二十 也差太远了吧 在我们那边啊 如果能接到新娘花球的人 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所以阿娜 等你结婚的时候 一定想尽办法 把花球丢给她 没问题 你到时候站哪儿告诉我 我们要准了扔 哥呀 你和赵冰凡结婚的时候 我再给你当伴娘 你看你俩一唱一喝的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现在心态呢 就是一切随缘 姐 赵冰凡私下管我要了些资料 临江先进项目的 她没明说 不过我能感觉到 她怀疑岳主任 在中间有问题 而且我看了项目也有同感 其实啊 我早看出来了 这个岳主任有问题 哎呀 再说了 你以为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 那你还 还让她在公司 这么重要的岗位上 把浦江的事查清楚 这样既给赵冰凡个交代 也给其他人一个警示 看下来谁还敢乱来 你以为我没这么想过啊 我前几天专门去了一趟浦江 我早就发现 临江仙境那个项目 里面有不少猫腻 于晴同学 这么大的问题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你还真等着赵平凡破案呢 这不是没证据吗 这平凡啊 也真是的 也不跟我说 我早就看出她很关心这个项目 如果要是有证据 就没那么麻烦了 对了 前几天有人举报平凡 我相信她是清白的 我当然知道她是清白的 我也知道这信到底是谁写的 你上次让我帮你查的事 我给你发邮件了 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你是不是怀疑岳主任吃里啪啪啊 你是不是怀疑岳主任吃里啪啪啊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 这点经验还是有的 你上次跟我一提 我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你告诉余总啊 岳主任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我跟我姐也不是没察觉 那为什么 什么事情都要讲证据 我就是一个财务 主管账目 业务上的事情 我不好说啊 我姐呢 又都是宏观的 你呢 还是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我明白 对了 前几天 有人写一名信举报你 我知道这个是 那信我看了 你觉得是谁写的 这个 是不是岳主任 我感觉到应该是他 我感觉到应该是他 不过你要对余总有信心吗 岳主任要是真有问题 我姐一定不会手软的 但我姐说 这还需要证据 你放心 我对余总有信心 请余总和您也对我有信心 我和您也对我有信心 当然有信心的 平凡 余总 可是很欣赏你的 我知道 你别以为我姐不知道 你一直在调查临江仙境 你就是浦江人 你跟这个相互肯定是有缘缘的 你跟这个相互肯定是有缘缘的 平凡 如果你真调查处有什么 你可不要瞒着我们啊 那帮我转告余总 明天我会给她一份材料 那是她原来的助力 丽丽帮我整理的 我会给她一份材料 进来 老岳啊 来 坐 余总 有个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得跟你商量一下 还什么事啊 我建议啊 咱们福润华园的那个推广工作 马上停下来 为什么呀 现在全国的楼市都在快速复苏 专家分析啊 今年 全国的整体楼市 同比涨幅要超过百分之十以上 重点城市甚至会超过百分之三十 那现在咱们要是往外卖楼的话 那不等于是往外扔钱吗 专家的话 也不能全信啊 那也不能不信哪 老岳 咱先不说这事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问另外一件事 你还记得五年以前 我们在浦江开发临江仙进的事吧 当时公司拨的征地补偿款是五千万 这些钱都用在这上面了吗 是啊 钱全都花完了 那每一笔都有记录的 这前两天啊 我特意查了那些账目 是吗 你看的账目跟我看的账目 好像不太一样啊 我看到了另外一套账本 当初征替拆迁公司的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一千多万的窟窿 去哪儿了 我今天要来 于总 那家公司早没了 公司虽然是没了 可是当初的那些人 还在啊 狱总可能忘了 当时是怎么选 那一家合作的 那不都是您亲自拍板的吗 老月 你是在提醒我 当初不该那么信任你吗 不应该选你推荐的公司 还有 浦江那边发生的事 你还没听说呢吧 我真的不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但我愿意接受调查 还真得好好查查 进来 余总 余总 这是检察院的老高和老冯 您好 您好 谢谢你们专门跑一趟 余总 你反映了事情 我们很重视 谢谢 谢谢 老月 这两位是检察院的通知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去跟他们解释 一个小的项目 就有一千多万说不清楚 你在我们公司 当了主任这么些年 你负责了多少项目 谢谢 毕竟我把这张工程度 他对你也有识意 你他们必须的 我一定会压调 我跟500多万说的 我跟他家长在做 一个什么lsES 确实是什么 我怎么会有另外的 是什么 平凡 别这样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只可惜啊 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 向他们表达我的歉意了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责任不在你 在这件事情上 您不但没有回避 还一直在亲自查查 我打心里感激你 希望这个池来的公道 能够背紧你酒泉下个衣服 丽丽姐 余总让我谢谢你 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余总 公司没有起诉我 我挺感激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还愿意回海韵吗 我已经想明白了 就像坐车看风景一样 沿途的风景再美 过去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再说了 说不定前面有更好的风景 等着我呢 也是 对了 我八卦一下啊 你跟余总的女儿 陆安娜 到底怎么样了 沉了没有啊 安娜最近要结婚了 我 新浪不是你啊 不说 我还想着 如果是你的话 我就考虑考虑 出席一下 随个分子钱 来啊 我跟余总都欢迎你 我相信 谢谢你啊 刀片凡 后备有钱 灵烦 来 прод 去哪儿了 给你带了晚饭 赶紧回来吃 你回去了 回哪儿去了 我都快到浦江了 马上到家门口了 我说你这来无隐去无踪的 总也不跟我说一声 事都办完了 我待在那儿干吗呀 再说了 你不是也挺忙吗 事情解决了 说什么呢 哥 还瞒着我呢 露露跟我打电话都说了 你们海运公司 跟我们这边的国赌局 打好招呼了 准备把这几年的利息 还同值钱的征地补偿款 一块补给大家 对了 听说还建立了一个奖学金 专门资助咱们浦江的贫困学生 哥 我志强不会说话 但是你这次为大伙做的事 老爷子的在天之灵都看到了 我爹他高兴 好嘞 臭小子 我爹你 你真是想我 你答应你 你认识的 你都会变成好 我哪儿 你全都 我都问你了 你怎么会变成好 你说他俩 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 也不等你哥恢复好点 怎么了 你没发现你哥 今天累得差点晕倒了 还有你的哥哥 他只看到了希望 他以为自己痊愈了 他兴冲冲地跑去找乱纳 还有你竟然就相信了 而忽略了另外一面 等一下 什么叫他以为自己痊愈了 我哥就是好了呀 他的指标确实接近正常了 但是 他这次去找卢安娜 他的精神状况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